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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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現在已經講到最後一個主題 最後一個主題是合併跟詬病 它事實上是蠻獨立的一個專題 如果說我們要比較嚴格把它歸列的話 它應該算是投資決策 因為它是跟另外等於是說 我們公司去買架另外一家公司 所以嚴格上看起來算是一個 類似像是投資決策的一個主題 但是它牽涉到的問題比較廣一點 那它也非常的熱門 因為這個合併跟詬病在最近幾年 是很多企業 而且我們在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是用來擴張或是進行市場上的競爭 或是取得另外一些珍貴的資產 包括智慧財產權 像各位在最近常常聽到就是那個 蘋果啦 Microsoft啦 Google啦 還有HTC 還有三星 他們在智慧財產權上面 最常使用的一個方法就是 詬病 對不對 那大家都知道像Google 他們對於手機的 未來的一個擴充 事實上有非常大的一個企圖心 所以他們就詬病了摩托羅拉 對不對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其他的廠商也用類似的一個手段 去取得一些他們認為非常重要的技術 或是資產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來解釋一下 在這個1980年代以來 合併跟購併的一個活動 它事實上會比前面還要更 更流行一點 那流行的大致上一些背景資料 跟各位稍微解釋一下 那我們上回已經有稍微跟各位講過 一剛開始大家會認為合併跟購併 是一種好像以大知曉 是比較社會上比較不正義的一件事情 他們總是認為小公司被吃掉以後 好像有些人會損失他們的利益 包括原先公司的管理者 或是原先公司的股東 但是我們後來呢 等到我們的資料比較完整的呈現出來以後 我們發現說 其實好像原先我們認為 他會受損的一些利益團體 他事實上他的利益不但沒有受損 而且他事實上 財富的增加也蠻可觀的 那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也先認為說 那這個小公司被吃掉的 這家小公司的股東 他是不是有利益受損 我們後來發現呢 通常這個小公司 就是目標公司股東的一個財富 那經過這個購併的一個舉動之後呢 他通常會增加20%到30% 所以小公司的股東事實上是沒有受損 那當然我們小公司的管理人員 非常多的一個狀態之下 他們留在存續的公司裡面繼續工作 所以他們的利益好像也沒有受損到 非常嚴重的一個地步 然後再過來呢 你很可能會想說 那消費者有沒有受損 那我們上回也提到過 我們通常來講的話 如果說購病如果發揮到極致 大家很可能會想到 經濟學上常常講的就是那種獨債 或是寡債 可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廠商他也非常聰明 他為了justify他自己 詬病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通常不會拿消費者當作 當作一個剝奪利益的一個來源 原因來講的話 如果大家都杯葛買他的商品 那事實上得不償失 所以他們事實上會非常謹慎的 不要讓消費者去反對他們的詬病 所以他們事實上也沒有讓消費者的權益受損 那員工呢 你會講說很多公司合併了以後 員工他可能會被裁員或是怎麼樣 那我們必須要講 裁員這些事情是有沒有發生 有 但是他在所有的詬病的案件裡面 他發生的比率事實上是非常小的 而且絕大部分的廠商在合併完了以後 他不僅沒有裁退員工 他們甚至呢 還有徵聘員工 而且我們有去做過研究就是說 合併以後的廠商 他所提供給他 員工的那個平均心思 後來是有增加的 後來是有增加的 所以理論上來講 因為其實 就廠商的觀點來講 員工是非常珍貴的資產 尤其是有經驗的員工 所以你會希望他留在你公司裡面 也不希望因為造成一種彷徨 彷徨的一個狀況 然後讓員工選擇離開 尤其通常會最先離開的 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人最先離開 所以公司事實上 在合併跟購併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一個防範 那所以這是一個背景 先跟各位講 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後來一些立法者 原先社會的觀感是 偉大公司事實上不好 那後來呢 這個態度就慢慢改觀了 所以呢 我們這邊可以稍微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反托拉斯的管制者的態度改變 因為他們認為 勾併事實上在 蠻多的一個情形之下 是會產生正面的效益 那就讓正面的效益去增加 那些主併公司的一個利益 但是他應該不會損害到 消費者的一個權限權利 那所以法令會鬆綁 所以這兩個東西 跟我們這邊所講到的 第四項就反購併的州 的法令也會鬆綁 也會鬆綁 那所以在法令的環境上面 後來我們發現就是說 其實越來越能夠接受 公司去進行合併 因為沒有人反對 所以這個合併的事情 就變得比較可行 那我們在第七章的時候 我們講這本市場 我們有談到說 John Pong發行 在1985年 那事實上 John Pong的新勝 事實上跟這個 詬病的熱潮 事實上也是有相關係的 我們那時候跟各位講說 在那之前呢 詬病的規模都比較小一點 因為你一般來講 這個金融市場好像還沒有 那麼準備說 為了要詬病另外一家公司 然後借給你很多的錢 那時候我們說 KKR 一家私募基金 那他們為了去 去詬病那個Nabisco 那一家美國最大的食品製造廠商 那他們就發行了John Pong 這是新的一個融資方式的一個提出來 然後後來發現他們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募集到很大的資金 然後等到把公司吃下來以後 然後他再慢慢的出售一些不必要的財產 然後還掉他的一個John Pong 然後後來發現這是一個可行的一個模式 那所以呢這個融資方式的一個創新就是 資本市場開始能夠對這種詬病所需要的一個資金 這個新的模式事實上也會被接受了 OK 那所以呢 我們說聯邦法院跟管制機構不再保護目標公司 並了解目標公司可以獲得超合的利潤 他們認為說在整個事件裡面 你可能找不到受害者 好像各方面的人只要利益分配非常均衡的話 好像沒有人會去反對這種詬病的這種情勢 那甚至呢 我們在1980、1990年代 你會發現就是說非常多的日本 那時候日本的那個經濟發展的非常好 他們甚至跑到美國去買下美國的公司 那你要知道以任何一個國家來講 自己的公司在那邊堅定都會有可能反對的 但是到1990年代 那日本的雙人到美國去買下很多很多珍貴的資產 那好像那時候也沒有遭到很大的反對 所以呢 詬病呢 已經是成為我們現在很多尋求成長的一個企業 它最快速也可能是最年價的方法 我們再舉個例子 你們很可能比較不了解 那個台塑 台灣最大的那個最最著名的一個傳統產業 那個石化工業 它事實上曾經想做汽車 OK 那這個汽車的投資案子後來做了十多年 然後宣告失敗 他們就放棄掉了 那時候台塑的一個想法 最原始的想法 因為王友慶先生他會認為說 他不要去接別人不要的企業 或是去買別人的企業 他認為他自己的公司的管理制度是最有效率 是最好的 所以他願意從零開始 就去做汽車 那花了十年 事實上賠了非常多的錢 那事實上在這十年當中呢 會不會有汽車廠因為 財務中共出了問題 然後廉價可以出售 當然有 可是呢 王友慶先生他還是認為 應該要做自己的汽車廠 那後來當然是全盤失敗了 那原因就是說 你從要自己從零到百分之百 去創造出來一家新的公司 這中間第一個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第二個要募集非常多的人才跟技術 OK 然後第三個 你等到所有的條件都到位了以後 經濟的環境跟情勢已經跟你原先猜想的 已經非常不一樣 OK 所以呢如果說 大家當初用合併跟購併的方法去 買下另外一家公司 資源啦 技術啦 人才啦 所有機器設備都到位 他只要去管理一家新的公司 把他去找一些新的一些管理人才來做 他可能成功的希望會比自己去做 汽車產業還要容易一點 OK 這是當然也是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也發生在很多的資訊頁上面 OK 比如說像原先那個 Microsoft 他們要出那個 browser 就是那個 閱覽器 網路閱覽器的時候 他一剛開始是落後的 OK 所以他想要全盤的去買下 另外 當時 大概在十多年前 那時候有一家那個 網路 browser 公司叫做 Nescape 但是Nescape 不願意被他買到 不願意被他買 那這個case來講 大概有兩個 所以Nescape 不讓 Microsoft去買下他的那個 那個 閱覽的一個 閱覽器 那後來 Microsoft自己發展出來 Explorer 那 Nescape 後來公司的價值就大幅滑落 OK 甚至變成 視為了 那這個東西 可以講下兩件事 因為第一個 Microsoft當然 大家也知道 他想要有那個 網路閱覽器 他要自己發展 要礦日廢時 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他很可能就第一個想到 就是要買 Nescape 可是Nescape 當初他不願意賣 他顯然也是一個錯誤 如果他當初願意賣給 Microsoft的話 他應該會賺了 滿滿的一把鈔票 也會解決那個 Microsoft的問題 但是他為了要跟他對抗 對抗的最後的結果 Nescape是最大的敗家 因為後來 Explorer出來以後 大家就忘了 Nescape這件事情 OK 所以 購病已經成為最廉價 最新術的 企業發展的策略 這很可能也是 對雙方來講 所以你如果對抗 其實很可能也不見得 是一件非常好的一個策略 好 那這邊是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主張 合併跟購併是 目前企業最常見的擴充手段 合併跟收購呢 比企業自行設置資產 在時間上的經驗上較為廉價 好 我們剛才舉了台塑汽車的一個例子 那當然 因為時間會比較短 時間比較短的話 你原先想要 去預測的那種經濟環境的變化 就比較不會跟你原先規劃的時候差別太大 那所以呢 它會減少不確定性 你決定說你要去買一下另外一家公司 跨入另外一個市場 你可能只要花個一兩年 那這一兩年裡面經濟環境不會變化過大 比你如果從頭開始要建造一個汽車廠 要花個十年才讓所有的事情到位 那十年以後的經濟狀況很可能 比十年前要變化非常多 你當初十年前可能覺得 要蓋一個汽車廠可能有那個市場 可能有那個環境 到頭來可能都沒有了 然後我們說合併跟收購來講的話 它可以讓原先已經到位的管理階層跟資源 可以馬上就可以發揮效率 它就不會像說你慢慢蓋汽車廠 慢慢找設計師 慢慢去找一些工程設計的人 然後慢慢去開發市場 這可能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好 那當然有很多人 我們在歷史上也看到非常多的人 他事實上是反對詬病的 那反對詬病的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 他會認為說 好 原先有一家公司 他在市場上 我們認為他的價值是十億元 今天有另外一家公司 用二十億元去買下這家公司 買下這家公司 然後呢 他就會覺得說 如果說 這家公司原先就價值十億元 但是你用二十億元去買下這家公司 你是不是浪費了一些資源 浪費了十億元 你說 你如果再把多出來那十億元 去蓋另外一家公司的話 可以創造多少的生產 可以創造多少的就業率 所以他會認為說 這個公司的那個控制權 會使資源無法利用在其他生產性的活動上面 因為大家只是在搶買東西 那比如來講就是說 今天大家房地產都變得非常貴 那理論上大家就有一點在抱怨說 是不是有些人刻意去炒作 因為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經濟學有教我們 就是說 demand and supply 你如果說今天市場上交易的價格 它是取決於新的demand 跟新的supply ok 所以如果說有些人 他把房價炒高 他又買了房子 那他用更貴的價格又賣掉 所以市場上的交易資料 就是充滿了這些新的交易的價格 然後他會讓舊有的資產的價格 也隨之增高 ok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大家都買不起房子 所以有一點是在說這個東西 就是說好像大家是用比較多的錢去追求比較有限的資源 那只不是讓資產的價格變高 但是他實質上並沒有太多的生產的活動 然後他會認為說 任何一方的利得只是其他人損失財富的重分配的效果 他有沒有舉出一些例子 比如說 那這家公司之所以能夠賣比較高的價格 他可能是裁隊員工 所以他的生產的成本下降 所以呢 他才能夠彌補他原先買的比較高的價格 的價差 有些人會做這樣的論點 所以他會認為說 那他憑什麼說一家十億元的公司他會賣二十億元 他會認為說 這可能是一種財富重分配的效果 你只是沒有看到損失的一方罷了 那這是當初反對合併跟詬病人士的一些理由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有一張投影片 慢慢就來解釋 這些論述可能不是真的那麼正確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剛才在講說 這個一方的利得可能是另一方的損失 那或者是說 這些大家用比較高的價格去買 會不會只是追高資產的價值 然後會讓其他的營業買不起 那我們慢慢的來解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實證帳的證據 那我們大約是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合併跟詬病 如果是成功的例子來講的話 那理論上 目標公司的股東 他會獲率至少20%到30% 那各位要想一想 我們這邊所謂的20%跟30% 這個利益 最主要是衡量從宣告 所謂宣告就是說 A公司 就主併公司 宣告說我要去購買B公司的股票 那因為你要找個其實點 你才能夠衡量嘛 對不對 然後一直到這個交易完成 比如說我們11月1號 A公司宣告要買B公司 然後我們年底達成這個簽約 那這中間兩個月 那很可能就從宣告一直到那個簽約 完成交易 這段時間 那你會發現 他的那個財富就增加20%到30% 20%到30% 不是完全的財富的增加 為什麼 因為通常來講 這個A公司 他宣告要購買B公司的股票 他在事先一定會怎麼樣 做評估 其實在做評估的時候 消息就會有一點折漏 這折漏有可能是A公司 自己不小心折漏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媒體 他去觀察到 那或是有些人當然 說我現在在做一些什麼案子 投資銀行有可能不小心會走漏風聲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有朋友 那這些消息走漏風聲的話 他事實上在宣告日之前 就已經有一些人開始在買 買B公司的股票 所以B公司的股票可能在宣告日之前 就開始漲 而不用等到宣告日那一天再漲 對不對 那當然有一些東西會被抓到 那最近 他報章上 雜誌上面看到就是說 這個有一個金融方面的一個 還蠻著名的名人 他們就是提前知道 某家銀行要去收購另外一家銀行 那他知道收購的條件一定會比較好 所以他在那個消息沒走漏之前 他就預先透過很多的人頭去買股票 那這個當然就叫做所謂的內線交易 如果你是不當的利用這些內線交易去進行這些交易的話 那到時候當然會被檢察官控告 那我們首先要講一下 這個當然這個Lead 他會佔20%到30% 你要知道就好像說我們A公司要去買B公司 那你出的價格條件 如果說不好 那對方會不會有一點反抗 當然會反抗啊 對不對 如果說他現在一股10塊錢 你就說好我用10塊錢跟你買 那你就說那我為什麼賣給你 那你如果說用13塊跟他買 OK 那他可能覺得說 那如果這個交易不完成的話 那我還是仍然一股10塊錢 那如果交易完成的話 我一股變成13塊 那如果你是那個老公司的股東的話 就目標公司的股東的話 那你願不願意去賣他的股票 那如果通常來講股東願意的話 那理論上管理的人就沒有太多的理由去反對 所以他才會造成比較容易去談成這個交易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 我剛才強調一下 說我們上面那個表格呢 我們談到的20% 30%財富的增加 是從宣告日一直到交易完成 簽約完成 那這段時間所衡量的財務的效果 那理論上呢 我們可能在宣告日之前 你就會觀察到 有一段 資產價格上場的一個跡象 但是因為你不知道他幾點在哪裡 OK 因為沒有一個明顯的一個 一個基準日在那邊 讓你去分量他的幾點在哪裡 所以我們大概就有觀察到說 其實宣告日之前 資產的價格就有上漲 那上漲的原因 我們大致上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媒體會去猜 那可能購買者 就是主併公司 我們通常主併公司呢 要去跟那個目標公司去談 那比如說現在 目標公司股價目前是10塊錢 那我如果要跟他談條件的話 那個 我應該會給他13塊錢 所以理論上 如果現在市場上有10塊錢的 那個股票在那裡的話 那我應該會偷偷的買一段日子 但是我不會買太多 有買太多怎麼樣 各位要知道如果是supply 市場上的攻擊不變 你偷偷再買 那價格會不會增高 會增高 那你如果價格增太高的話 你等於墊高了市場價格 墊高市場價格 比如說你從10塊錢就買到12塊 然後你到後來你說 我用13塊跟你買 那人家要不要答應 他不會答應 因為他認為市場上已經12塊了 我為什麼要用13塊賣給你 所以你要買的話 是偷偷的買 而且希望就不要造成價格 太大的一個變化 如果價格太大的變化 就代表說你最後的成交價格 還要再往上變 那你的成本搞不好又更高 所以理論上 你會可以節省一些成本 偷偷的去買一些 但是不能買太多 買太多就會反映在價格上 讓價格漲得太多 反而你的成本會增加 所以購買者對目標公司 他會建立一些基本的持股部位 OK 那當然呢 我們在這邊要分辨一下 就是說有所謂的 善意跟惡意的合併 這個善意跟惡意的合併 只是最主要的一個分界點是在說 他這個合併是受目標公司的股東或管理人員 歡迎或是不歡迎 OK 那歡迎的話就是說 事實上我會事先跟你講說 我這家公司 對你那個 你們公司的某一樣商品 或是某一些東西 其實有一點那個 那我想來入股 成為你們的股東 或是甚至把公司買下來 或是跟你合併 那我可能會用 比較公開的方式 然後很可能比較友善的一個環境 然後去跟目標公司去談 那談的條件當然也是對方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他會營造一些股東跟那個董事會 或是那個經理人員的一個 一個合作的一個環境 那有些公司來講的話 他可能在合併的過程當中 他是只是 他的目的就是只是想構平他 even在對方可能不太樂意 或反對的狀態之下 因為在資本市場上 你可以有很多的手段來用 比如來講 如果說現在的當權判 他就只有20%的股權 25%的股權 那你就說你賣 我可以賣給我 那你如果不賣的話 我就去買別人的股票 我去搶比較多的百分比 那我要求召開股東會 要求重選董監事 那我就可以入主這一家公司 那所以如果說你是用比較強硬 或是那個目標公司比較不喜歡的手段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是惡意的收購 或抵意的收購 那所以善意跟抵意的收購 他很可能 尤其是抵意的收購 他一定要有比較高的部位 所以他很可能會把那個 在那之前就已經要買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股票 那善意來講的話 他很可能就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分為善意跟抵意的收購 抵意的收購呢 他可能在那個宣告期間 之前他的股價可能會長得比較多一點 因為那個購買者他事實上會 建立比較高的部位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應該有 這邊是短期的效果 這邊是我們剛才講的是短期的效果 短期的效果當然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就是說那個目標公司的那個股價 目標公司的股價會漲20%到30% 至少20%到30% OK 然後我們這邊要來講一下長期的效果 長期的效果就是說 因為購病完了以後嘛 那個可能那個目標公司就不存在了 就兩家公司成為一家公司 那我們就想觀察一下這個主併公司 就是那個發起這個購病這個主義的這家公司 他的股價比較長期的一個財務的表現 那我們會講說主併公司的股價在購病以後 短期間沒有太大的改變 比如說像我們通常來講就是說 A公司要購病B公司 那你會發現B公司的股價很可能 可以上漲個百分之二三十 那A公司的股價很可能就是在平盤左右 在平盤左右 那在平盤左右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很難去辨別到說 這主併公司到底有得到什麼好處 那其實我們在很多的購病的一個文獻裡面 我們發現就是說 所以購病的過程當中會產生一些 合併才會有的一些效益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叫做Synergy 叫做忠效 但是呢通常為了 讓合併這件事情可以順利達成 所以呢這個主併公司呢 會把這個合併以後所有的效益當作是一個價格的加碼 然後付給目標公司的股東 所以就原先主併公司的股東來講 他們並沒有得到太多利益 甚至呢我們會發現 有很多的主併公司的長期的股價的表現 其實並不好 那並不好的話就是說 他可能原先的買價買貴了 OK原先的買價買貴了 那買貴的話 他慢慢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當初花了多少錢去買的這個公司 並沒有達到我意想中的經濟效益 然後慢慢這個資訊越來越多出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這個主併公司可能當時買貴了 那買貴的話 等於是你付的價格遠超過你得到的利益 那你很可能就慢慢就會 股價就會往下走 OK 然後我們這邊呢 有再分一下 就是說我們剛才有提到 敵意收購跟散意的合併 敵意收購的話 就是在你原先公司 反對的狀況之下 你就把它買下來 OK 那所謂散意的合併就是說 你可能會跟對方談出一個 對方可以接受的條件 在對方願意配合的條件之下 那你去進行合併 那這邊我們發現呢 你可以觀察到敵意收購的 股價的下跌幅度比較小 欸 這很可能有一點 go against你的原先的想法 你可能會覺得說 在新平氣合之下 跟對方合併應該是比較好的狀況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敵意收購的狀態之下 你的股價下跌的幅度 反而比較小 OK 那原因呢 原因就是說 通常你在詬病的過程當中 你會有背景的story 你之所以會去選擇一家公司來進行合併 那通常是那一家公司 目前的股價會比較便宜 那為什麼目前的股價會便宜呢 那一定是目前的管理階層 可能有一點經營不善 那目前的管理階層經營不善 那可能有一家你會稱為說 基本面良好 但是短暫經營不善的公司的股價低迷 那股價低迷或甚至他會有財務上面的一個 融資的資金缺口 那他就需要人家去購評他 OK 所以通常會有這種背景的story 他才會成為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個被購評的公司 那所以呢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所以敵意收購的話 通常來講敵意收購的話 那對方的管理人員一方面也會作梗 也會不合作 那等到我買下超過你的股份的比率以後 我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把原先的管理階層換掉 那原先管理階層就是造成他經營不善理由的原因 所以呢 他可能換掉經營管理階層之後 那反而股價的表現容易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是善意的購評來講的話 你通常會把原先的管理階層留下來 那我們說 他之所以成為一個很好的購評目標 就是因為他股價低 就是因為他經營不善 那你再把經營者留下來的話 那他很可能還是會有舊的決策模式 OK 所以會讓股價換安跌得更深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說 敵意收購通常會把目標公司那個 表現的比較不好的管理階層換掉 那這在美國你應該比較容易看得到就是說 有一些球隊 有一些球隊因為戰績不好 而可能市場縮水 那可能就有另外的財團 或是這種教練把它換掉 然後很可能換一些主力的球員 然後就變成一個 新的可能比較容易變好的一個球隊 OK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換掉管理階層 對公司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消息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爭論一下 我們剛才不是說呢 反對詬病的人他會認為說 詬病一方的利得 事實上可能是其他人的損失 只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衡量 是到底有哪些人損失 這是第一個理由 那第二個理由他會認為說 其實詬病的那個 看起來價值的增長 只是一個 決定於demand跟supply 他不是實質的一個效率的提升 所以他會反對這種 所謂的一個詬病跟革病 他認為那只是金錢的優勢 那不是一切實質上條件的改變 但是我們在實證的資料上面 我們有發現說可能 反對詬病的那兩個理由 可能部分來講應該算是不真實 因為今天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說 他們的主張是錯的 我們只是說我們有找出 蠻多正面的理由 那這些正面的理由事實上 可能是構成詬病 可能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方性慰愛的一種舉動 因為我們真的 從資料上面沒有看出 是有哪些人他的權益受損 好 那我們第一個 有些人講說我們剛才舉了例子嗎 說目標公司的股價目前是10塊錢 A公司願意用13塊錢去買 那你也可以講說 其實會不會B公司的股價 原先就價值13塊 只不知市場上沒有看出來這個價格 OK 所以一旦A公司決定要去買的時候 大家才看出來說 原來這一家B公司是這麼的有料 這麼的有價值 所以市場上就借著這件事情了解到 B公司他的應該有的價值應該是13塊 而不是他原先的10塊錢 所以有些人的主張說 那因為這些被詬病之前的公司 公司他很可能因為某種原因 大家沒有看到他真正的價值 所以他是一個價值被低估 所以呢 A公司可能是一個非常具有 建廠能力的公司 他只不是第一個發現了 就願意用他新的價值去買他的公司 所以這個就有些人認為說 那是不是原先這個B公司的價值是被低估的 那只不是透過這個扣病這件事情 讓他的價格被發現出來了 那這個論點後來有被否定掉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否定 各位你要了解 我們做實證研究的否定都是怎麼樣 去收集了非常多的證據 我們很可能做一個統計分析 我們可能找一千家公司 那我們找一千家公司呢 我們如果說我們去發現說 統計的結果是沒有這樣的狀況 並不代表說 所有的公司都不是這種狀況 只是說這一千家公司裡面 我們大致看起來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一個平均的一個走向 那並不代表就是說沒有那種狀況 原先這家公司理論上應該價值13塊 只是經由我的發現 它就被發現出來 如果談個案的話 絕對有個案會成立 但這不是普遍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要談的就是說 我們經由大規模的統計 以後我們後來發現說 這可能不是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你會不會有少數一兩家 它的價格剛好沒有被發現 然後只是透過這種活動而發現 當然會有 但是它不是普遍可以去解釋 這百分之二三十的超額利潤 因為我們找出如果一千家的公司 然後就發現說 有些公司事實上是被低估的 但是它的幅度絕對不會是 什麼百分之二三十這樣子 那當然有一些你也會高估啊 也有可能會高估 所以我們這邊來講的就是說 我們會找出一些證據發現說 其實這個可能不是真正的理由 為什麼不是真正的理由 如果它是一個價格發現的 一個機制的話 那你應該可以看到說 這個十塊錢的公司 一旦被列為 我要用十三塊去詬病 如果它是價格發現的過程的話 那理論上這個十三塊 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說 不管後面的合併 有沒有完成 它應該會變成十三塊 對不對 因為你是價格發現 價值發現 那價值發現來講的話 就算不成功 它應該還是十三塊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後來發現呢 這個 如果這個目標公司 後來 它的合併如果沒有完成 沒有成功的話 它股價會跌到 原先的水準 甚至比原先的水準 還要低一點 OK 所以這代表 這不是價值發現的一個機制 不是說原先低估 那後來被發現了 那如果被發現 那應該就不會再掉下去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 購病不完成 股價就跌回去 所以這個不是目標 公司的股價被低估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有些人說 這是稅負上面的誘因 我們後來也發現說 這個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面 可以成立 但是它絕對不是一個普遍的狀況 所以稅負上面的誘因 那各位當然是學會計的 應該會了解 就是說有些公司 它可能今年累月產生虧損 那我們知道虧損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抵稅 可是我們抵稅有個規定 就是有往前三年往後七年這樣的規定 那如果有一家公司呢 它有大量虧損 而且它虧損是年續好幾年 那你就會知道 它有一些所謂的被 可以去那個所得稅的資產 可以抵稅的那些效益 它如果到了七年以後 就會被expire掉 對不對 OK 所以呢像這些公司的話 就會被列為非常好的 詬病的對象 那各位當然也知道說 美國來講的話 是一個累進稅制的國家 所以你那個 你的獲利水準越好的話 邊際的稅率越高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說 有一些很賺錢的公司 然後去詬病這些 這個 那個 抵稅效果 快要被expire掉的公司 來講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另外一家公司的虧損 就是地顏所得稅資產 然後發揮在自己 最邊際的那些利得上面 就可以抵掉滿多的稅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地顏所得稅資產 在它被取消之前 那很可能就會有一個抵稅的效果 好 後來我們發現呢 沒有錯 有些公司去詬病另外一家公司 非常明顯的理由就是要去利用那些地顏所得稅資產 可是呢 這個並不能夠普遍解釋 就是所有的 幾乎所有的購病的公司 他的 那個 木曜公司的股東 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利得 我們今天只要舉出一個例子 就可以解釋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有沒有兩家購病的公司 都是在賺錢的公司 有嘛 如果說兩家公司 或是目標公司 是有賺錢的公司來講的話 這地顏所得稅資產的理論 就不能成立 但是我們沒有完全否定掉 我們認為呢 這稅負的一個誘因 會讓A公司去購病B公司 而且它真的能夠去把這些 地顏所得稅資產做最有效率的利用 會產生出來一些價值 OK 還是有錯別字 好 這個道 這個道是應該是大道影響那個 購病的活動 OK 然後再過來 購病的利得 會不會是來自 對債權能的剝削 這我們剛才不是想說 一方的利得 是不是另外一方的損失 那這種論點是怎麼樣 這種論點就是說 可能原先的目標公司 目標公司是被購病的公司嘛 他可能是一家財務狀況穩定的公司 所以他的債權能呢 願意把錢借給這個目標公司 是因為目標公司是一個財務狀況穩定的公司 好 那如果這一家目標公司要被購病了 要被別人買走了 如果買的那個人 反而是一個財務操作 或是他的產業 比較不穩定的公司的話 那會怎麼樣 那他就會造成原先目標公司的債權能的利益受損 比如說你是一家穩定的公司 財務比較保守的公司 那所以銀行願意借錢給你 但是你呢 又被另外一家財務操作比較積極 比較企圖性比較強的公司 或是比較不穩定的公司 購病了 OK 那對於原先目標公司的債權能來講 他就會利益受損 那所以有些人就想解釋 有些人就想解釋說 這個百分之二三十的超額的利益 會不會是來自於 我們對這些目標公司債權能的剝奪 因為股東的話 因為目標公司的股東當然是獲利了 可是目標公司的債權能 是不是因為風險增加 而他的價值就下跌了 OK 那這個東西我們後來 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舉證 舉證就是怎麼樣 你去觀察到 有沒有被購病的那個目標公司 同時有股票跟債券 在資本市場上面流通 如果說你發現說 在購病的宣告的時候 股價當然我們剛剛有講 股價是上漲的 那你要觀察同一天 是不是債券的價格是下跌的 如果債券的價格是下跌的話 那你會想說 這個股價的上漲是不是來自於 債券價格的下跌 才複從分配 那後來我們發現 後來我們發現 通常如果同時有股票跟債券 在市場上流通的那些公司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怎麼樣 你會發現他的債券的價格 事實上是微幅上漲 也就是說當同樣一個宣告來講的話 他事實上沒有對債券能 產生損傷 因為如果有產生損傷的話 債券的價格一定會下跌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 可能會解釋一下 就是說 他其實對於債券能來講 他可能會是有好處的 他的好處可能部分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 我們有一個共同保險的一個效果 好 我們把最後 一項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有講過了 那當然 有些人會主張說 通常來講 這個詬病的利得 會不會來自於說 這個詬病活動完成以後 然後呢 組織會調整 組織調整的話 很可能會裁掉一些員工 那裁掉一些員工的話 就會節省生產方面的成本 然後他只不過說 把這個以後要調整的員工 然後節省的成本 然後用 折限值的一個反應 反應到那個宣告的那一天 然後就變成是股東 所賺到的錢 OK 所以好像就是說 這也是財富從溫配 那只不過把勞動所 把勞動者的所得 改變成那股東 那目標公司的股東去 去得到這些利得 那 如同我剛才所講的 我們事實上有做過一些 研究 那我們發現就是說 其實 這個研究並不是在否定說 這個 只要是合併的都不裁員 其實還是有人裁員 只不過說我們看到 就是說比較多的例子 他不但是沒有裁員 或是說 他甚至會 去安頓那些組織調整下來的人 讓他 去選擇去做其他部門的工作 所以原則上來講 這個 員工沒有受損 那甚至我們發現說 絕大多數的那個組織 構病只是他的一個中間的階段 因為他都是要繼續不斷的擴充下去 所以他繼續不斷的擴充 他對於勞動的一個聘僱 不但沒有減少 反而是增加的 然後平均的薪資的選擇也會比較高 也會比較高 那通常會做成這樣的一個習慣 當然也是說 要讓員工們理解到說 構病對他們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好怕的 因為他很怕就是說 有價值的員工會跑掉 他也很怕說 員工會給他代工 或是會給他抗拒 然後造成他 反而莫名其妙的損失 所以他們對於員工的安定 跟對於股東的一個穩定 事實上是採用同樣的心態 因為他會認為說 我買下來一家公司 如果沒有這些員工 或是股東他是反對抗拒的話 那事實上對他來講 沒有太大的好處 OK 所以呢 我們前面所講的這幾個原因 只有稅付的那個理由 可以部分解釋 那個創造出來 詬病的某些部分的一個理德 但絕大部分不能解釋 那唯一呢 我們目前來講 管理學界跟財務學界會認為 其實詬病最大的理德的來源 應該就是我們這邊要講的 詬病的忠孝 那我們下一節課再仔細的來講 這些忠孝到底是什麼 忠孝 好 那我們剛才討論的幾個 就是 就是幾個大家想要嘗試解釋一下 那為什麼在合併的過程當中 目標公司的股東 他能夠得到 超過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 那個 原先的一個財富的一個水準 那我們說 我們討論的前面四個理由 好像都不是很能夠解釋 到底有沒有那個超額的報酬 或是超額的報酬會不會是那麼多 那我們前面四個理由裡面 我們覺得 那個除了稅以外 他可以解釋部分 的一個超額報酬之外 其他的理由可能都不是 一個很好的一個解釋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個理由 就是所謂詬病的忠孝 那忠孝是由管理學者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說 那是不是兩家公司合併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一些 原先所沒有存在的一些優勢 那這些優勢呢 他可以轉化成 我們評價裡面的一些條件 比如來講 這個我們說忠孝的可能來源 是不是說 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他會不會改良他 改善他的收入 或是降低他的成本 那改善他的收入呢 比如來講 我們說有A公司跟B公司 那A公司呢 非常會製造 那B公司呢 非常會做創意 或是做那個行銷 那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那是不是 我們假設他賣的商品 差不多 多少 那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他是不是 原先製造比較強的 可以改善他的製造程序 那原先行銷 或是創意做得比較好的 他也可以改善他的行銷方面 所以這個收入改善跟成本降低 他可能會造成 這家公司平價的條件的改變 兩家公司如果獨立存在 那可能 這樣的條件就不存在 兩家公司可併在一起 那這樣的條件可能就會存在 那比如來講我們 想像到就是說 Google跟Motorora 這個Case 那Motorora大家知道說 他原先做手機 他當然有做其他的 他有做那個 晶片組那些東西 但是他最主要的一個 產品是手機 那這個手機來講 在眾多的競爭環境 的之下 他可能獲利的能力 可能就變得比較不足 那所以他是長於手機製造 Google呢 非常長於軟體 OK 所以如果這兩個東西 這兩家公司 詬病在一起 那以後Google如果 要出手機 那他很可能就會有 比較好的一個 訴求的一個重點 因為Google他是有 非常好的一個軟體 跟應用程式 那如果說我們把軟體 跟應用程式結合在 原先就已經不錯的 手機製造上面來講 因為他又有 冠有的那個 手機製造的一些 人才啦 然後他也應該有 行銷通路 那所以呢 如果這兩家公司 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事實上 就會有一些忠效 可能可以產生 OK 那當然 你也可以這樣來想 就是說如果說兩家公司 他是屬於原先 某一個產業 那如果說 比如說像台灣的一些 證券商 或是金控公司 他進行合併 那進行合併的話 他可以明顯的 在收入方面 跟成本方面 也都能夠有所改善 那收入方面的改善 當然就是說 離兩家公司 原先都有各自的顧客 都有各自的那個分行 那你如果說 把他合併以後 那你顯然可以在 某一些鄉鎮 我們假設說 某一些鄉鎮 他的規模是比較小的鄉鎮 那原先呢 A銀行跟B銀行 都各自有個分行在那裡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兩家公司 兩家銀行合併了以後 是不是 我們可以收掉一家 兩家分行 那另外一家分行 就足以去應付原先 這兩家分行的 原有的所有的顧客 能不能這樣子 可能有 所以他可以節省一些成本 兩家公司原先呢 各自有會計部門 人事部門 或是廣告 負責方面的部門 那這些部門呢 可能如果說 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你不需要兩個會計部門 對不對 你當然可能可以 把兩個會計部門整併了一下以後 可能會有部分的人員 你可以要求他去 可能做其他的工作 節省他的成本 OK 所以收入改善跟成本降低 這在很多的那個 購病裡面 事實上是會被發現的 那我們剛才已經有講過 稅負減少 就是說 這個 一家獲利比較好的公司 他可以把那個 另外一家 那獲利比較差 甚至產生 長年累月損失的 但是有非常高額的 低延所得稅資產的一個公司 扣病完了以後 他可以分年 去把他的低延所得稅資產 apply到 他原先比較邊際 高稅率的那些所得 然後去realize他最好的一個抵稅的效果 可以產生稅負的減少 然後再過來呢 他事實上 那也有可能會 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會降低所謂的資金成本 那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方面來講 就是說 兩家公司購併了以後 那資產的規模會增加 那資產的規模會增加呢 他某一種程度很可能可以提高 他舉債的額度 OK 那可能當然你說 如果兩家公司都已經 舉債的幅度已經都非常高的話 那是不是還有機會呢 他其實還是會有機會 那還有一個機會是來自於說什麼 你有可能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那他營運方面的風險會降低 營運的風險會降低以後 就given同樣一家公司 同樣的兩家公司的資產規模 他事實上可以舉債的幅度 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個概念 事實上我們在下面 也會講到 他是叫做 所謂的共同保險的效果 什麼叫共同保險的效果呢 我們有講過 我們在談那個 風險分散的原則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 講資金成本的前一章 我們不是有講風險跟報酬率嗎 那我們就講說 如果兩家公司 他的報酬率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相關的話 他就會產生一個風險分散的效果 對不對 那這風險分散的效果呢 會讓兩家合併的公司 我們假設這兩家合併的公司 原先營業的範圍不是百分之百的重疊 不是百分之百的一樣 OK 那這兩家公司如果合併了以後 如果說他的相關系數不要太正 不要太接近百分之百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兩家合併的公司 他的現金流量 彼此之間會相互抵消掉一些極端的狀況 然後呢會產生一個風險分散的效果 那如果產生風險分散的效果來講的話 就代表說這家公司營運的風險是會下降的 比兩家公司獨立存在了以後的加選平均數 是要下降的 OK 那如果他能夠顯著的降低他的營運風險 那理論上這家公司的舉債幅度 就應該可以提升一點 在不增加財務風險之下 他可以提升舉債的幅度 那我們之前都有講過 舉債的資金成本是比較低的 舉債的資金成本也可以抵稅 那所以如果說我們可以顯著的 降低資金成本的話 那我們公司的那個股價是不是也會上升 因為我們剛才所講的 三個 對不起 我們剛才所講的收入改善成本降低跟稅負改善 各位回去想一想我們在做資本預算的時候 我們說資本預算我們去算MPV MPV的話最主要兩個因素嘛 一個因素是什麼 是分子的營運現金流量 對不對 另外一個主要因素是分母的資金成本 OK 所以如果說合併跟購併呢 上面這三項 將會讓未來的營運的現金流量增加 然後呢如果我們能夠適當的降低我們的資金成本的話 它會讓你折現的過程當中的資金成本也會比較低一點 OK 所以你的分子營運現金流量能夠提高 你的分母資金成本可以降低 那你算出來的MPV是不是就會比較高一點 OK 那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兩家公司合併以後的中效的價值是多少 那我們的中效其實還蠻容易定義的 我們的中效就是說兩家公司合併的價值 合併以後的價值 合併以後的價值 大於兩家公司 獨立時候的價值的合 那那個產生的一個差價就叫做中效 所以我們的Synergy 我們在這邊define一下 Synergy 是等於VAB 是等於VAB 減掉VA 加VB 這兩家公司合併以後的價值 減掉兩家公司分別獨立存在的時候的價值之可 如果有產生正的差距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正的差距就叫做中效 舉例來講 我們這邊來講 如果說原先有一家A公司 他的價值是100億 有另外一家B公司 價值是20億 但兩家公司合併以後 我們認為他合併以後的價值是150億 那這30億多出來的30億就是所謂的Synergy 這Synergy就來自說兩家公司合併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會創造收入增加 或是成長率增加 OK 然後呢 或是那個成本會降低 或是資金成本會降低 那我們後來算一算呢 兩家公司合併以後 合併之後的公司價值是150億 那比兩家公司獨立存在的100億跟20億 加起來還要多 OK 那所以呢 Synergy呢 當然我們這邊 因為不是評價的過程 我們通常來講就是說 我們在文獻上面說 發現這個Synergy的大小 通常都後來都歸於目標公司的股東所有 目標公司的股東所有 就是我們後來發現就是說 這個你多創造出來的30億 可能就用來購買目標公司的股票 OK 那你說那為什麼是這樣 然後那個主并公司難道都不能分到錢嗎 那這問題就是demand跟supply 如果說後來你的A公司算出來 Synergy是等於30億 然後呢 你如果假設你不願意付到 那個加碼不願意付到30億的話 那另外會有加C公司出來 他會跟你講 他就會提高 你原先給那個B公司的價格 C公司就會講說 好如果說那個A公司呢 沒有辦法把Synergy給你 你來跟我合併 我會把Synergy給你 因為會有多家的那個廠商就會 可能跑出來競價 那競價到最後的結果 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那個目標公司的股東就是會得到所有的Synergy 因為大家一定價格越出越高 越出越高 那所以這就是所謂的一個 一個中效的一個來源 它是來自於這個評價效果的一個改變 好 那在這邊我們注意到下半段的文字 我們剛才所講的共同保險的效果 共同保險的效果就是說 因為兩家公司合併 那營運風險由於兩家公司原先的那個現金流量 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相關 所以他合併了以後呢 他事實上是會比原先合併之前的 兩家公司的營運風險的加權平均還要小 所以營運風險變小了以後 他事實上舉債的幅度就可以增加 然後就可以降低他的一個資金成本 那注意一下喔 所以在這邊來講呢 我們下面一段文字就是說 所以呢債權能的權益 當然就整家公司來講 他是可以降低資金成本 但是如果說公司的營運風險下降的話 其實債權能的價值是會上漲的 假設他沒有改變他的舉債幅度的話 OK 沒有再增加舉債幅度 我們是說他可以增加舉債幅度 但是呢 如果他沒有增加舉債幅度的話呢 那債權能的權益是會增加的 因為 基本來講就是說 他的營運的風險降低了 那你說那個債權能來講 原先的債權能 他的原先的 assumption 就是說這個在 應該是這樣講 是在詬病之前的債權能 他原先是認為是 在營運風險比較高的程度之下 他願意把錢借給他 然後沒有想到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他事實上營運風險的風險是降低的 所以對於債權能來講的話 他原先的利息水準 但是呢 這個營運風險變低了 那顯得就債權能的價值 事實上是增加的 那債權能的價值增加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股東權益可能會有一點點受損 現在可能同學們就很難想像 就是說 股東為什麼要去做一件事情 會讓股東權益可能會受損 我們這邊是可能會受損 就要稍微有一個 有一個 question mark在這裡 我們說可能會受損 可能會受損的話 就要看相對來講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因為透過所謂的共同保險效果 所謂的共同保險效果 就是說這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他風險降低嘛 風險降低 其實我們就把這個效果 就叫做co-insurance effect 就共同效果的一個效果 那共同保險的一個效果呢 他事實上會增加債權能的價值 因為他風險降低了嘛 債權能價值會增加 可是債權能的價值增加 其實可能會損害到股東的權益 這就兩個方向來看 如果你們有學過選擇權 學過選擇權的定價 你們可能有些人還沒有學過選擇權 其實你應該會了解 股東是喜歡風險的 因為股東就某種程式上來講 他是擁有一個選擇權 那擁有選擇權的人 他風險越高的話 他選擇權的價值是越大 OK 那你們很可能有些人不太能夠接受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如果當股東的話 你在那個資產價格上漲的時候 你可以享受什麼樣 資產上漲的那一部分 但股東呢 他有沒有在資產價值下跌 跌到很慘的時候 他能不能放棄 他的股權的一個請求權 可以 比如來講 我們說我們擁有股票的人 在公司資產上漲的時候 他當然可以是享受到資產上漲的一個成果 但是如果說資產的價值下跌 甚至跌到比負債還要深的時候 OK 他甚至讓股東權益小於0 那你想想看 當股東權益的價值小於0的時候 你如果是股東 你會不會需要從口袋裡面另外拿錢出來再去 償還債權人的隨時 你不需要 因為你是什麼 有限責任的人 OK 所以對於股東來講 他會喜歡風險很高的那一種股票 因為風險很高的時候 就是代表漲的時候可以漲很高 跌的時候可以跌很慘 那跌很慘的時候你可以放棄掉你的請求權 所以對你來講的話 下面跌到最底下的那個很慘的狀況 事實上對你而言是可以被控制的 所以股東他是喜歡有風險 那如果這兩家公司因為合併而讓風險降低 那事實上股東的價值也會因此而縮小 OK 那我們說這個縮小並不一定會帶來說 股東權益的總價值會變小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說 合併的過程當中他會產生中效 OK 他可能一方面產生中和效果 產生現金流量的好處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很可能因為股權的風險降低 讓債權能佔到一些好處 那債權能所佔到好處跟你的synergy的大小 也就是說債權能佔到的好處不見得 會把所有的synergy吃掉 比如我們剛才講 我們說A公司原先是100億 B公司是20億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假設合併以後 產生的synergy是30億 那如果說我們合併的過程當中 債權能增加的利益 是增加價值10億元的話 那我們的股東權益的價值就沒有因此而縮小 對 因為我們的中效的效果比較大 然後債權能拿走的 是中效的一部分 OK 所以股東權益還是有增長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講說 當債權能的價值上升的時候 那股東權益可能因此而有點受損 但不是絕對的 OK 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過程當中 你產生的中效 所以呢 債權能上漲的價值的部分 跟股權上漲的部分 兩個加起來是等於中效 OK 所以只要中效的效果 比那個coinsulin的效果要大的話 那理論上股東還是沒有受損 但是反過來 如果說coinsulin的效果是大於中效的水準 那股權的話很可能就有受損 所以這個是coinsulin的效果 所以它其實是跟我們剛才在講 那個資金成本降低也有一點點關係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防禦購病的一些策略 雖然我們剛才有講 就是說 在絕大多數購病成功的leads裡面 目標公司的股東 是會產生超額的利潤 那這個超額的利潤 超額的報酬率是 20%到30% 那理論上我們就講一個概念 我們說 我們公司的經理人 或是公司的 跟公司的股東 之間會存有一個代理的關係 這代理的關係在 被詬病的case裡面也看得到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說如果經理人 他最大的一個目標 是在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你說 誒 詬病這樣的事情 理論上又會幫 股東創造出來 額外的20%到30%的超額報酬率 那經理人為什麼要抗拒 所以理論上經理人 可能就不應該抗拒 對不對 那經理人我們說 他有幾個理由會去抗拒 他可能會告訴你表面上的理由 他也可能會有心裡面自己的動機 那我們先把經理人自己的動機講一下 我們剛才不是在講嗎 我們說通常來講 構病會被 目標公司之所以會形成目標公司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 他目前的相對股價來講一定是比較便宜 那相對股價來講比較便宜的原因 很可能是目前的經理人員表現不好 OK 那表現不好的話呢 經理人就可能有一種預期 如果說購病當然購病是會幫股東創造價值 可是購病完了以後 我的工作就可能保不住了 對不對 因為我是原先造成我公司股價相對便宜的理由之一 那所以呢 經理人很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購病如果走到底的話 我的工作很可能就不保 所以他可能會想出一些理由 就是說表面上呢 他是為股東在捍衛權益 但是私底下他是為了保障他自己的職位 那所以呢 目標公司的經理人他會抗拒購病的進行 那所以他的真正的理由很可能是為了自我工作的安定 那所以他很可能會想出一些理由 那想出這個理由他很可能會跟你這樣講 說雖然我們這個公司 就某種條件之下是應該進行合併 但是目前出價的這家公司他住的價格不夠高 所以為了保障我股東最大的利益 我會抗拒這家公司的購幣 我是希望能夠有更高的出價值能夠出來 所以他可能會用這樣的理由 所以表面上來講你說 如果說目標公司的股東透過購幣 可以產生2-30%的超額利潤的話 那經理人有什麼理由反對 除非最大的理由就是說 他就是目前出的價格不夠高 也就是說你可能會覺得說 應該要有更高的出價值 才能反映我這家公司真正的價值 OK 那所以呢 經理人在很多的場合裡面他會反對購幣 那當然就反對購幣有可能是理性的反對 有可能有一些是不理性的反對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有些公司很可能 他是家族的公司 所以他對這家公司來講 會有比較 emotional value在那裡 就是說這家公司很可能是他的長輩所創造的 然後他會覺得說 家裡會有一些 emotional attachment 所以會說這家公司我們絕對不能讓別人來詬病 儘管就是說 詬病以後他的財富是會增加非常大的幅度 然後他可能會因為這個 emotional attachment 去反對這一些詬病 所以有些時候是理性的反對 有些時候是不理性的反對 有些是因為經理人為了保障他自己的條件 因而他反對 那當然他可能會提出來的一個詬病的理由 就是說他有一個不適當的購價 所以目前出的價格還不夠 他不一定是反對目前這個詬病者 但是他說你出的價格太低 所以呢他很可能會提高詬病的價格 比如說當初的那個 Microsoft要去詬病雅虎 那雅虎呢他理論上是 當然當初是楊志遠 在當執行長 那楊志遠就否決了 那楊志遠的話我相信他有 部分的 emotional attachment 因為他是當初的一個創辦人之一 OK 那可是他絕大部分的股東 是認為那個價格還蠻好的 因為比當時的市價要高出10% 那可是後來楊志遠否定了 否決了那個結果以後 Microsoft就沒有再增加價格 因為他是希望Microsoft再提高 bidding price 但是他沒有再提高 因為後來就 那也是楊志遠的運氣不好 後來事實上就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 OK 那所以呢那個價格後來就 永遠就沒有再上去 所以等到在下一次他在開股東大會 開那個董事會的時候 楊志遠後來就被out掉了 OK 因為那個當初是有 可以創造股東價值的一個機會 但是他拒絕掉了 那因為他可以 當然有個理由就是說他目前出的價格還不夠高 我們自己算出來價值應該更高一點 OK 那當然有些人就說 他不歡迎這種詬病的遊戲 OK 他希望說能夠消除股權的收購的一個社會成本 我們剛才不是跟各位講嗎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 你用20億的價格去買一個10億的資產 他只不過讓那個資產價格膨脹了 他事實上沒有創造出來應有的效益 所以有些人會反對這個詬病的理由 好 好 那我們說 那你反對是歸反對 那你有些人他會認為說 那我就去買股票嘛 我就買到夠多以後 你不就是要屈服了嗎 OK 所以呢 有些公司他可能 從一開始 他可能就要反對 要設計一種比較困難的制度 讓這個詬病的舉動就比較不容易去產生 因為如果說你是公司的主控者 你不希望每天都在應付這樣的一個 詬病的一個挑戰的話 那你可以設計一些制度 讓這個詬病的一個活動就比較不容易去施展開來 那所以呢 我們有些公司就可以未雨綢繆 未綢繆他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 他就設計一個比較困難的制度 那設計這種比較困難的制度 可能要透過股東大會 透過一些制度的一個改變 然後來讓這個 詬病的活動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們大致上有一些舉動 就是抵禦這個詬病的策略的舉動 有些是需要透過股東大會 絕大多數的股東贊成 然後他能夠修改一些制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需要經過股東同意的一些防禦的策略 那也就是說這個 有些防禦的動作 事實上不僅是經理人 他想要去提出來 有些股東很可能也會認可這樣的 防禦的一個舉動 那我們第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更改章程 我們把商城改的說 詬病這樣的決策 就不是只要經過 百分之五十的股東同意就可以 因為我們來講 企業有非常多的決策 那我們在這個決策裡面呢 我們通常來講 沒有另外規定的話 那只要過半數 就能夠通過這樣的決策 所謂沒有另外規定 就是說所有的決策 如果你都沒有規定 那我只要過半數就可以 那可是呢 你如果有另外規定 比如說我們在 我們企業的章程裡面 我們就是說 有某些比較重要的決策 需要絕大多數的股東同意才可以 比如說像一個學校要改名字 或是一個學校要罷名校長 那你說能不能過半數就過 他們認為說如果說有些東西是比較慎重的 他不希望說每天都在challenge 那你可能就是要設一個比較高的門檻 那這邊高的門檻就是所謂的supermajority 就是有些公司他認為 他認為詬病或是一些其他的公司 比較重大的決策 他光過半數是不行 所以他可能會demand要有一個supermajority 就是要超過三分之二 甚至四分之三的股東同意 才能夠同意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除非對方掌控非常多的股權 要不然呢 他絕對沒有辦法超過這個supermajority 的一個高門檻 同意權 OK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是一個fair price amendment 這個fair price是由目標公司 所提出來的fair price 就是對方如果他的出資 出價沒有超過我認為的公平價格的話 那就是不同意 那通常所謂的公平價格是由我找人來定價 OK 所以我自己去找來的見價師或是分析師 所定的那個價格應該是對我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這個公平價格的一個修正案通常來講 也是很難跨過的一個門檻 OK 然後再過來呢 是一個叫做股權分級的 投票權分級的 所以投票權分級通常來講 我們舉例來台灣有比較多是家族企業 那家族企業呢一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就是全部的資金可能絕大部分來自你的家族 那這個家族企業在擴充的過程當中 他經過很多次的增資 那如果說在增資的過程當中 這個原先掌控的那個家族並沒有做同比例的 認購股權的話 那原先的這個家族所掌控的股權的比率可能就越來越小 OK 越來越小 比如說來講我們大家就知道 郭台銘先生 他對鴻海的股權 因為鴻海的話事實上是一個擴充 步調非常高的 非常快的一個企業 那他到後面 他為了去購病 或是為了去買下其他的 比如說他們買奇美 買奇美都要多印很多的股票 對不對 那多印很多的股票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鴻海沒有適當的同比例加碼的話 那鴻海家族所掌控的股權比例就越來越小 那越來越小呢 那當然就會造成說 是不是其他的人連結起來 然後呢 假設投票贊成 跟另外一家企業購幣 那你很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反對 OK 那所以呢 如果站在某些家族企業的一個立場 他很可能在他還有掌控權的時候 他就通過一個決議 通過怎麼樣的決議呢 就是說我們在譬如來講 他就會限制說 在2000年以前所發行的普通股 每股可以有比較高的投票錢 2000年以後所發行的普通股 投票錢只能有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如果有類似這樣的規定的話 那鴻海的投票權 我們不要指鴻海 就是說 某些家族企業的 那個投票錢還能夠掌控在 一個比較高的一個比率上面 所以這個叫做 Dual Class Recapitalization 那這個股權分歧只有在投票權上面做區隔 做區分 其他的現金流量錢就是說 這個股票呢 他每一股普通股 該領到的股力是多少 他是沒有被影響的 他只有在投票 決定公司的那個經營方針策略的時候 他的權力是被限制的 OK 然後當然也有一些公司 他會轉變 登記 他的註冊地點 那轉變登記註冊地點呢 當然可以 有很多的目的 有些公司他只要轉變註冊地點 只是會讓那個稅金比較 稅付比較少一點 那有些公司呢 透過這個註冊地的一個改變 可能讓他所適用的法律 比較嚴格一點 比如說 你知道有某一州 他的那個詬病法 法令是最嚴格的 所以你就改登記 你原先是在加州 後來你就改變到某一個比較保守的州 那那個州很可能對於 詬病就比較嚴格一點 OK 然後呢 我們也講過 我們的股票事實上可以有 累積投票權 累積投票權就是說 每股啊 如果要選出11個董事 他就可以投票給 把這11股 11票全部投給相同一個董事 那我們有說過 如果說有這個累積投票機制的話 那理論上 那個 那個 比較少數的股東就能夠翻盤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他如果說 把所有的 累積投票的那個 投票制度改變 為直接投票權 就是說 每一股只能投一個董事 你可以投11個不同的董事 但是不能把11票累積起來 投給相同的一個董事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的那個產生的效率也會比較 就是說那個少數人 產生的效率就會比較小一點 OK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絕對多數 你很可能還是可以掌控這個董事會 那通常來講 我們必須要講一下 這個資本市場很好玩 這個資本市場 我們說 美論上這些人 去提 要改變 讓這個 購病門檻提高的那些人 是在 他可能號稱 是保護股東的權益 他才要去做 這個提高 提高門檻的這個機制 但是 一旦這些機制 如果 在董事會裡面 或在股東大會 通過的時候 這股價是大跌的 OK 股價是大跌的 那有人想說 欸不對啊 你竟然說 這是保護股東權益的措施 才會去提高 這個 購病的門檻 那為什麼 這個門檻通過了以後 反而股價是大跌的 那你要想想看 如果說 購病能夠完成的話 股價會大漲30% 那你購病的門檻提高了 那購病會比較容易完成 還是比較不容易完成 比較不容易完成 那比較不容易完成 那比較不容易完成 就是代表說呢 這個股價 要透過購病 而成長30%的機會 是變小的 所以呢 這個股票的價值 就反應這個 購病成功的機會 變小的這件事情 而股價大跌 好不好 所以這是需要股東 同意的防禦策略 那至少這些策略 是經由股東的認可 就股東至少 覺得說這種機制 是我 至少還同意的 OK 那有些呢 有些公司的那個CEO 他主動就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不需要開股東大會 或是不需要董事會 他很可能就可以去做某一些決策 那理論上 你只要做到某一種決策 是大到那個 那個 至少要董事會 能夠通過 那董事會通過 並不代表絕大的股東是認可的 OK 因為董事會 我們有說過 董事會是掌控在相對多數的人的身上 所以 一般來講 大股東只要掌控百分之二三十的股權 那事實上就能夠掌控董事會 所以董事會通過的 並不見得是絕大股東的一個認可 也不會是說 對絕大部分的股東來講 是符合他們的利益 所以我們來講說 有一些是不需要股東同意的防禦策略 比如來講 他透過反托拉斯的一個訴訟 那一個公司的CEO 他如果要透過反托拉斯 他就要找律師 去代表公司去進行就好 這個東西不用開股東大會 OK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來講呢 就是 只要 那個公司去控告對方的詬病 是違反托拉斯的一個規定的話 通常這個就是說 你要去 舉證說 這個公司如果詬病 我這家公司的話 那事實上市場的競爭幅度會下降 市場競爭幅度會下降 消費者的利益就會受損 或是怎麼樣 因為 絕大多數的國家還是認為說 適當的競爭的環境 會讓企業進步 改善效率 那你如果說 那 那 市場 市場上會有寡占 或是獨占的一個情形 發生來講 消費者的權益是會受損的 所以如果說 有些公司 不當的擴充 然後購幣來講 那你可以主張說 這個 這個競爭力 或是消費者的利益 可能會減在受損 那很可能那一週就 比較不容易去 那個 核准 那 比如來講 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談說 那 蘋果日報 如果再被某一家媒體買過的話 那是不是會造成有一種 媒體寡讚的一個情形 大概也是同樣的一個論述跟主張 那第二個呢 是叫 Greenmail Greenmail 的話就是說 你已經知道 潛在有一個 有一個金主 他已經在建立你的部位 比如說 像 在1980年的時候 迪士尼 迪士尼有一段時間 差一點要被 迪益的收購 那迪益的收購 那迪益的收購 就是說 有一位投資人 他開始已經大量的 埋進迪士尼的股票 他已經 擁有大概 百分之十的股權 那當然當時的當權者 他擁有的股票大概 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那你知道 其他的散戶 就擁有很多的股票 或基金的經理人 所以呢 他可能 他可以 利用 市場上的一些機制 他可能 開始說 可以去收購委託書 或是可以 收集委託書 他只要可以證明說 現有的當權派 做的並不好 然後 我願意去 把這個當權派換掉 請大家投票 支持我的董事候選人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現在的當權派換掉 那所以呢 這個迪士尼的 那時候的CEO 他就想出來一個辦法 就是 等於是 用比較高的價格 去把對方手頭上的股票 買下來 那這個叫 Green Mail 這Green Mail 最主要就是反應 我們以前 有一種叫 黑函 叫Black Mail Black Mail的話 當然就是說 你為了達到你的目的 那你就用什麼 用 就散播對方不利的那個傳言 叫做黑函 那Green Mail的話就是說 為了 免除自己的那個 被收購的一個 一個 一個命運 他可能就用綠色 綠色是什麼 鈔票是綠色的 一個 一個 一個郵件 然後去把對方的 潛在 會對我產生傷害的 那個 詬病的 可能的一個人選 然後把它 等於有一點點 匯弱 用匯弱的手段 讓對方不要 做出對你不利的一個 行為 這叫Green Mail 那所以呢 他就用顯著的差價 那比如來講 對方如果他的平均 買股的成本是 10塊錢 那你很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願意把 手頭上的股份 賣給我 我可以一股給你12塊 那就等於 你莫名其妙 就有20%的mark up 就有20%的報酬率 對 那當然這Green Mail 可能成功 可能不成功 OK 那你要知道這個 Green Mail這個東西 不是一勞勇裕的做法 一勞勇裕的做法 就是你好好拿把 企業經營 OK 所以對方等於 有點勒索 你如果說 對方只要有人 願意 贊助來講說 我要去收購 迪士尼公司 然後你就 回應他的勒索 那你要知道 就會說 這個人 走了以後 其他人 會不會再做同樣的事 會 後來呢 提斯尼事實上 也是這樣子 就這個人走了以後 後來又有人 又用相同的手法 希望他用Green Mail去買 可是後來他就沒有 做同樣的事情 對 因為最好的一個方法就是 你把公司經營好 你如果把公司經營好 給公司的股東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未來股力的一個前景來講的話 那儘管說 對方擁有10%的股權 或怎麼樣 他不會構成對你的影響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會知道說 你是有經驗的 你是有能力 把這個公司 永續經營的 因為對方還要去證明說 他有能力做得比你更好 那這是不簡單的 所以呢 這個Green Mail 當然公司可以用比較高的價格 買回潛在購病者的股權 所以購買者呢 目標公司可能會有顯著負的報酬率 所以購買者就是迪士尼 當時他如果用Green Mail的話 那人家又覺得他很遜 ok 然後就會有顯著負的報酬率 然後呢 這個 原先要去購病迪士尼那家公司 假設他是股票 而不 是公司而不是一個 個別投資人的話 那那個 公司的股價就會上漲 ok 所以潛在的主病者 會上漲 迪士尼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 算是目標公司 那這是Green Mail 那當然也是 董事會 跟那個執行長 很可能就可以主動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不用召開股東大會 那第三個叫毒藥丸 Poisson Pio Poisson Pio的話呢 當然就是這個公司 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 值得詬病的目標 一定他有一些好的一些特質 ok 有一些好的特質 那這個好的特質呢 如果三胖變得不是那麼好 或是這個好的特質 如果變不見的話 那這家公司 就不再具有被詬病的一個吸引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有很多的公司會 為了不要讓對方 詬病我 所以他會自己去推一些毒藥丸 那推這個毒藥丸來講的話 我們舉例來講 因為很多人不太懂 這個毒藥丸是什麼 所謂的毒藥丸呢 比如來講 那個我這個公司很可能就在章程上面詬病 就是說如果有任何公司要來 詬病我這家公司 除非對方要答應我 我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可以去買這個主併公司的股票 如果A公司要來併B公司 那我說可以 你要讓B公司的股東 我B公司的股東在章程上面寫的時候說 這個如果要來詬病我B公司的 除非他要答應我 我可以用半價去購買A公司的股票 就款將一斤 那你如果說 好你真的要去詬病的話 你就要連這個條件都要吞下去 那所以這樣的條件就是毒藥丸 OK 也就是說 我吞下你這個毒藥丸 我自己也會死掉 然後還有的話呢 就是說有可能會讓他負擔非常的重 比如來講就是說 有些公司 他可能會說 如果在詬病的過程當中 造成某些人離職 然後你就要提供這些離職人 多少的股票 多少的代價 那你如果說 你願意去承擔這個結果的話 這也算是一種毒藥丸 OK 那我們這邊有寫出來一個狀況 就是說通常在應付這個 詬病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你會臨時去宣告這些毒藥丸 這目標公司會宣告毒藥丸 所以宣告這毒藥丸 目標公司自己本身的價值會下跌 會下跌0.10% 然後主病公司如果說還堅持要去吞下這個 目標公司的話 那他的股價就更明顯的下跌 所以他事實上是 事實上有一點像是兩敗俱傷的一個策略 兩敗俱傷的策略 那這就是不需要股東同意就能夠 進行的防禦策略 好我們休息一下 好 他不需要股東同意的 他到底代表是什麼含義 他其實所代表的含義就是說 那哪一種策略是比較 會有所謂的代理成本 代理問題存在 那你如果說你的防禦策略是有 經過股東同意 其實通常是經過一件老股東同意 那有經過股東同意的 通常那個代理的關係 就是代理的那個衝突的關係 就是經理人跟股東之間衝突的關係 是會比較小的 經過股東同意的通常 代理衝突的一個是比較小 那如果沒有經過股東同意的那些 我們看說 反托拉斯、Greenmail 或是那個吞圖藥丸那些 因為沒有經過股東同意 那所以當然來講的話 代理的衝突就比較大一點 代理的問題當然就是說 這個經理人為了追求他的 利益可能會損失股東權益的程度 那叫代理衝突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就很容易 你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那個需要股東同意的策略 那他的財富損失的幅度是比較小的 理論上任何的抵抗策略都會讓股價下跌 那下跌幅度比較小就是需要股東同意的 下跌幅度比較大就是不需要股東同意的 那這其實你如果知道說從代理的關係去解釋的話 這個結果應該是蠻容易預測的 也就是說如果不需要股東同意的那些橘子 通常就是會損害股東價值的 所以股價就會跌的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策略 那其實是可能會在詬病的那個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一些措施啦 那這些措施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Golden Parishes 黃金降落產當然不一定是在這個時候 不一定是在這個時候 不一定是在這個時候 通常來講呢 這個任何的高階主管 那你如果希望說他能夠很平安的離職 不帶來太多的抵抗 那通常來講你在原先跟他簽約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一個黃金降落散 黃金降落散 那這個黃金降落散呢 就是所謂的 那經理股東 為了讓經理人不要太阻礙 詬病這種事情 因為他們知道說其實經理人通常會去阻擋 這個詬病的進行 通常是因為他們害怕離職所帶給他們的一個衝擊 他們知道說這個目標公司的總經理 那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 不需要兩個總經理 所以其中有個總經理 當然他會用什麼高級顧問啊 或是用什麼副董司長去聘你 但是呢 理論上你就是沒有那麼高的權益 所以通常為了讓你不要有那個抗拒的行為 所以他通常都會補償你 就是說他可能會在原先的薪資的合約當中 就會跟他明定 如果說以後會有詬病的情勢發生 而經理人選擇不繼續留在這個公司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特殊的補償條件 會給他一些優厚的退場機制 那讓他會覺得就是說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詬病那種情勢來講的話 那至少這些經理人不會因為說 為了保有他自己的工作 而去阻擋這樣的一個 詬病的進行 那我們通常就把他叫做黃金降落傘 看得懂這個 為什麼叫黃金降落傘嗎 降落傘就是讓你平安的 能夠降落到地面上 而不是摔死 那為什麼加個黃金呢 所以這個降落傘事實上是 非常有價值的降落傘 你說黃金的降落傘不是剛好把他壓死嗎 沒有這個降落傘 因為是那個 就是讓你平安的掉到地面上 然後呢 它是有價值的 那第二個 常常會看到在 詬病的那個報道裡面 會看到一個專有名字叫 黃金降落傘 那通常來講 你們如果有去注意那個 英國皇室的那個女王 女王在就位的時候 或在重要的一個慶典的時候 她會戴上她的皇冠 那皇冠上面的寶石是非常有價值的 那事實上那個皇冠之所以會有價值 是因為那個寶石是有價值的 那其實我們通常也會發現 就是說這家公司之所以會 大家會想著來詬病 你這家目標公司 通常你也是擁有一個 所謂皇冠上面的寶石 那通常這個皇冠上面的寶石 那如果說人家要來 那是為引起她來寶石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這邊去談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 有可能第一個 你會把皇冠上面的寶石 獨立出來當作是一家公司 OK 然後呢 另外的 其他的公司的資產 就是能來維持 是原先的公司 那如果說人家要來 詬病你這家公司的話 就不需要把你整家公司 刺下來 他只要這個 皇冠上面寶石就好 所以 如果說有些目標公司 他為了 不要造成太大的一個衝擊 跟影響 他通常就會把這個目標 把目標公司 所想要的這個皇冠上 保持獨立出來 那對整個公司 原先的營運來講 就比較不會有太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呢 他可以選擇把這個皇冠上 表示 把他賣出去 獨立資產賣出去 或是把他成立另外一家公司 那 那個 主併公司 只要去找那個 比較小規模的公司就好 那當然 他可以賣掉 可以賺到很大的差價 可以讓 原先的那個 目標公司的其他股東 也可以享受到這個 這個 差價的好處 OK 那再過來的話是 Why Knight 白色騎士 那通常來講呢 這就是出現在說 敵意收購的時候 所謂敵意收購就是說 目前的主併公司 對於目標公司來講 目標公司不歡迎的 那不歡迎可能有幾種原因 有可能就是說 過去 可能在競爭的關係上面 彼此是敵對的 比如說什麼 某某報色跟某某報色 OK 他們原先的話 當然就是說 可能富翔就非常的敵對 但是呢 其中如果有一家報色 經營不散快要退場了 那他再什麼都不願意說 另外那個敵對的報色來買他 所以他可能就會非常抗爭 或怎麼樣的 那所以呢 通常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就是目標公司很可能會去邀請 其他的人來 併購我這家公司 他甚至會提供比較好的條件 就是說我賣你便宜一點 或是我在什麼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比較配合度比較高一點 那自然而然就是 這個被邀請來的就叫 Fight Night 就是等於有一點像是白馬王子一樣 就是說 可能有一家那個邪惡的那個 邪惡的那個 一個一個人 然後要來搶取這個公主 然後這個公主當然是死命的抗拒 那最好就是說有一個 Fight Night 來擊敗這個 這個邪惡的那個 邪惡的那個壞人 對不對 然後那就可以進入 什麼 Happy Live Forever 還是什麼的 所以這個擺設旗幟就是 由目標公司去邀請來參加競標的 競購購病的公司 那通常經理人通常來講的話 這個就會變成是比較一個 友善的善意的一個合併 那我們剛才講的是企業合併 通常企業合併呢 當然是規模越變 越大 對不對 那規模越變越大 你就組織管理說企業管理的眼光來看 就是有些公司 他可能有一個成功的business model 或是有一個成功的品牌 或是他們自認為非常有效率的 一個管理的制度 所以他們想說透過 購病 透過產生忠效的效果 讓他們的資產的規模越來越大 OK 但是呢 如果你有刻意去注意一下 過去二三十年 我們的經濟企業的發展史 那你將會發現就是說 並不是企業的規模 越來越大 就一定是越賺錢 或是股價一定是越高 OK 那我們也有越來越多的文獻 然後後來發現說企業不當的擴充 然後他事實上並沒有創造出來 他應該有的那個效率 OK甚至會拖累 因為企業通常來講 他有原先他成功的一個 經營的領域跟範圍 但他如果說不斷的擴充 不斷的擴充 他從他原先做得很好的領域 擴充他到他不熟悉的領域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說 當他擴充到不熟悉的領域以後 甚至虧錢 拖累原先做得很成功的領域 那樣的公司也不少 OK 所以呢會有一派的學者就主張說 其實每一個公司 或是每一家企業的經營者 他都有他核心競爭力所在的一個領域 一旦超出這個領域太遠的話 他反而會造成不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後來就有一派的一個學者就主張說 企業不應該曝露在他不熟悉的一個經營範圍裡面 應該是選擇他最有能力去發揮效力的那個市場跟舞台 OK 所以呢 企業呢 有些企業因此必須要透過分割 才能夠創造出來他應該有的價值 以前我們正在講前面的那一部分我們正在講說 企業可以透過合併 然後產生一些synergy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跟觀察家發現 當企業做得越來越大 由於你個人的注意力跟個人的才華有限 那一個太龐大的企業反而會把你的領導的才華 那變得是一個 你的領導才華上面的不足會變成是 經營一個非常大的企業的一個負擔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有一些學者就主張就是要分割 分割 分割的話就是說 因為一個人的或是一家公司的能力有限 他如果要照顧很多的市場 他會 他會能力不足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他就把公司分為不同的小小的部分 然後讓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部分的總經理 不同公司的總經理 所以就開始有一些企業就主張我們要去分割 我們幾個例子來講 那比較熟悉的就是華碩 華碩我們在前面很中有講過 拿他來當例子 就是說華碩做很多的東西 他有做 PC 他有做Notebook 他有做手機 對不對 然後呢他有做自己的品牌 他有做代工 然後他甚至還有零組件 對不對 那事實上呢 那麼多的範圍 如果說只有一個老闆 那一個老闆就是要做很多很多不同領域 然後應付不同的消費者的一種決策 那他當然一個人只有一天只有24小時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說只有一個人在領導整家公司來講 那他很可能就會很辛苦 也可能會做不好的決策 那最主要呢華碩他在2010年做了一件事情 他其實也不是說分割的非常徹底 他只不過把他的華碩分割為華碩跟和碩 那華碩跟和碩呢 他就讓華碩就繼續做他自由品牌的部分 他把代工的部分 就把切割出來叫做和碩 OK 那這兩家公司呢 由於就是說你要做代工跟做品牌的 他的組織他的那個才華 他的focus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就可以把他的資源可以 集中使用在對的地方 那所以呢 現在就有蠻多的企業在進行所謂的分割 那當然有些企業呢他會出售資產 那比如說IBM在前幾年把他的pc pc那時候證明已經是他 毛利率呢或是他經營的效果比較不好的一個部門 那他就把這個部門切割出來 趁他還價格很好的時候 把他賣出去了 OK 因為通常有很多的那個組織是捨不得去切割 那捨不得切割呢 就讓那個有問題的經營部門拖累了整家公司 比如說你現在如果去看shop OK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他並不是所有的部門都在虧錢 他很可能就是他的面板的部門在虧錢 那shop有做其他的加劣影響設備那些 其實不是虧錢的 OK 所以 IBM當時的一個做法 他趁他的那個品牌價值還很好的時候 IBM的pc在市場上的形象很好的時候 他希望賣給中國的denover 那當初賣的價格事實上非常的好 那你如果這 由今天的眼光去看的話 IBM那個舉動當然是非常聰明的 OK 因為他可以專注他的注意力去做 系統 去做比較大型的電腦 去做比較客製化 去滿足各個不同客人 對電腦設備的需求的一個工作 所以IBM自從賣掉denover之後 他的股價從100多塊現在是漲到200多塊 100出頭一點點 漲到200多塊上了一倍 對 另外有一種是叫Springoff Springoff就是我剛才所講 就是華碩變成和碩跟和碩 華碩變成華碩跟和碩 這兩家不同的一個公司 那當然就是原先擁有華碩公司股票的股東 他會拿到部分華碩的股票 跟部分和碩的股票 OK以前1000股的話 你就會拿到100多股的新華碩的股票 就要拿到新和碩的股票多少股 這樣子去分割 然後還有一個發行虛擬的股票 就是說我有可能把我的部門分割出來 變成兩家公司 但是兩家公司呢 然後原先的一家 你只有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 然後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一部分分割出來的 我就用一個tracking的一個stock 是一個虛擬的股票 OK 然後跟這個企業的某一個單獨的資產的表現相互連結 也就是說這個很可能就是 你把某一部分的資產獨立出來 那比如說 理論上像中華電信 我們知道中華電信 它有不同的 它有手機無線通訊的部門 也有一個那個infrastructure 中華電信也有一般的室內電話 或是怎麼樣 那我們假設如果說 你要把某一部分部分的那個資產獨立出來 然後賣掉或是怎麼樣的 但是因為你沒有透過發行新的股票的 一個歷程 那所以你就會有一個虛擬的股票 就是去模擬那個被獨立出來的部門的一個績效 然後透過某種公司 然後計算它的價值 那我自己是沒有看過這樣實際上的例子 是書本上面有寫這個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舉例 那再過來的話 就是下市 或是所謂的 Leverage Buyout 融資買回 其實應該叫融資買斷 Buyout的話 就是把所有的股票 買回來 OK 買回來買斷的話 那這個東西可以是詬病 也可以是經理人自己就把公司買下來 那我們來講一下它事實上不一定就是 全部都是經理人去Initiate 那我們這邊有 經理人覺得他目前股價 非常的被低估 那經理人很可能是原先公司的創辦人 或是怎麼樣的 那自己留下來當執行長 那非常有可能就是經理人目前持股的股份的比率就非常的高 但是他又發現說 欸 目前呢 市場上的股價太低了 不符合我的公平正義 所以呢他現在就有一件事情可以去做 那現在就可以跑到銀行去借大量的錢 然後呢去把所有的股份去買回來 那買回來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手上的股票 然後就全部都賣斷賣出去 那買回來以後呢 他這家公司就變成私人的公司 那當然你可能去主張去做這件事情的幾位經理人 你們當初就要想好這個公司的所有權的分配的機制 他不是一個公開上市的公司 你只要算出股數有多少 因為你整個都買斷了以後 那公司可能就會變成是一個private的公司 private的公司只是說 他還是有股份的一個機制 只不過這個股份呢 就不再公開在市場上面去賣 所以你這個 之中的幾位經理人跟那個員工 很可能就要討論好這個股份的一個機制 分配的大家分配的機制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 經理人手上很可能擁有公司蠻多的股票 那因為目前的股價是低迷的 那我覺得目前的股價是被嚴重的低估 所以呢我現在呢就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好 那以去繼續讓這個股價這樣低迷 我可以有幾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就是說 我去銀行借錢 那去銀行借錢呢 借錢把這個股價買回來 那你要知道現在股價是低估 所以如果有一些 所以如果有一些 這個除了經理人以外的那些閃戶 他們如果願意就接受那個比較低的股價 然後把那個股票賣回來的話 那通常來講的話 這個公司就第一個賺利比 就是他可以把比較便宜的股價買回來 我們假設說公司一股的股價應該是20塊錢 那現在市場上的價格只有4塊錢 所以我只要出個12、13塊就把他買回來 所以他賺的第一筆就是說 把這一些 嚴先被低估的股票可以買回來 他賺一筆 然後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說 當你如果去銀行借錢的話 我們知道到銀行去借錢 那我們以後要慢慢還錢嗎 那借錢的話 他事實上是增加舉债的 一個 資金成本 就是利息 那利息本身又可以 發揮那個抵稅的效果 那這個抵稅的效果 我們說一個公司抵稅的效果 到後來是歸誰所有 歸股東所有 所以抵稅的效果跟利益 後來也會歸於 因為他後來是把所有的股票都買回來了 那所以所有股東就變成是經理人 經理人擁有這樣的公司 所以那個抵稅效果呢 也能夠產生在經理人 後來所擁有的一個股權上面 所以經理人也變為公司的所有人 所以他到時候來講的話 就等於是說有兩個價值的提升的 機會 第一個就是把原先的股價 調到他合理的價格 第二個又因為大量的舉债 又讓那個舉债所產生的那個 那利息成本可以產生的抵稅的效果 也發揮在那個股東跟經理人的手上 那所以此舉呢 將會把股東權益的代理成本 整個取消掉 我們原先是說 那個如果經理人跟股東 他是不同的 不同的利益 的話 那經理人事實上 會去做一些 傷害股東價值的決策 對不對 那如果說經理人今天就變成自己是公司的持有人 那他就不會去做一些傷害股東的一些決策 所以他可以節省一些代理的成本 所以這個過程來講呢 當然也是對什麼 也是對公司來講是好的 因為以往的股東會害怕有一個代理成本在那裡 那現在股東跟經理人是同一批人 所以再也不會有代理的成本 公司自己經理人就是公司的股東 OK 那經理人 有蠻多的公司 他從原先的公開發行公司變成私人公司 變成公司下市 這可以透過 由經理人來做 那有些呢 有些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他是可以有私募資金 私募資金就跟經理人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樣 是外部的人私募基金 那也有可能呢 就是原先的某一些大股東 那比如我們說之前有提到的一個例子 就是四季飯店 那他原先有兩個大股東 一個是叫比爾蓋茨 一個是阿拉伯的某一個國家的皇室的王子 那他們兩個就決定把那個四季飯店 流動在外的股票全部都買回來 那買回來的一個理由就是說 一個公開上市公司 他要隨時應付媒體 隨時應付分析師的一個查詢 所以他的主要的管理階層 每天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經歷 都是在應付一些可能對公司經營來講 沒有直接效力的一些工作上面 因為他要準備很詳盡的那個財務報表 然後他要去跟分析師 跟主要的那個大股東去說明我的營運方針 然後他要在應付媒體 應付那些報章雜事上面的批評 那所以呢 因為我們現在上市上會公司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經理人他常常 不敢去做一些長期的佈局 因為有很多的長期投資長期的佈局 是會先虧錢 後來才會賺錢 對不對 你做一個長期的投資一定一剛開始 可能會虧錢 那後來才會慢慢慢慢賺錢 比如說就像台灣高鐵那種例子 那其實如果說總和言之 如果那樣的投資是會賺錢的話 那你就不怕去做那種投資 可是問題那種投資 常常會讓你今年明年的EPS 稍微降低一點 所以我拼命媒體就給你報說 啊這樣的做法是不對 要不然怎麼股價會下跌怎麼樣怎麼樣 那所以呢 有些公司比較有遠見的那些 那些金主他會覺得說 反正我這個公司 應該會賺錢 會賺錢的話就不需要在資本市場籌資 如果不需要在資本市場籌資的話 我乾脆我就把整個公司的股票全部買斷 然後把這個公司變成私人的公司 OK 那手段跟私募基金有一點一樣 私募基金就是說把所有的股票買下來以後 然後他整個去整頓經營 整頓經營的話 他如果能夠做非常好的一個調整 等到股價再度上升的時候 他再把所有的股票拿到某個交易所 然後申請再上市 重新上市 那你說比爾蓋茲跟阿拉伯王子 他們可能以後 如果不想要有這家公司的股票 想要脫手的話 他們可能可以再找一個證券交易所去重新上市 但是他如果說想要永遠就是有這家公司的股票的話 那這個四季發展所賺的錢 就屬於他們兩個人 照比例分配 他們還是會有賺錢 所以這個下市跟融資買回 事實上就是 等於更反方向的一個操作 就是他不是合併跟購併 他只是說整家公司的經營權就是 變成是某些私人所有 那LBO 如果有一個 像LBO也可能有些人會把它叫做 MBO Management Buyout Management Buyout 就是由經理人去發起 去借錢把所有的股票買回來 那就由經理人直接去擁有 這樣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比較類似的公司 比如說像 各位大家可能聽過UPS UPS他事實上所有的股票 是控制在經理人跟過去 退休的員工手上 他是一個私人公司 他沒有上市 好 那這是我們這個學習所上的 所有的課程 要超級干預知 索票 可以 發eb affected 到了 是 您 third